这一节啊给大家来讲解一下产品经理的三大文档啊三大文档 这是产品经理经常会用到的啊经常会用到的来我们先看一张图啊先看一张图是哪三大文档呢 主要就是这三个啊一个叫做BRD商业需求文档全称就是business requirements document啊第二个啊叫MRD市场需求文档啊market requirements document还有一个第三个啊叫做产品需求文档PRD product requirement document这是最重要的三个啊 还有一个细分的啊叫fsd这个叫做啊功能详细说明文档叫functional specifications document现在在很多公司啊就是fsd其实不会单独去写了 他其实已经很好的纳入在这个PRD里面啊就是这两个合并在一起了这两个合并在一起了就是产品需求文档里面会经常包括啊这个功能的详细说明文档啊 我们的产品经理啊前面也讲了这个需求的管理啊需求管理主要在管什么就是管这些啊这个就是最终的产出啊一个承载物从BRD到MRD到PRD 这个阶段形成完了以后啊就会就会就会去进入开发啊设计阶段包括最后的上线发布这个是完整的一个过程啊先跟大家去灌输一个这样的概念啊后面我们会去具体的去讲具体的去讲啊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啊BRD啊BRD商业需求文档啊business requirements document啊商业需求文档主要用来干嘛呢啊 其实主要是产品经理用于去向决策层汇报啊然后去给决策层传达一些啊我想做的事情然后让决策层能够通过你的这个文档也好啊或者是一个过程也好能够评估和决策啊来确定这个需求是否有必要做啊它的价值是什么 它能够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啊所以我们看商业需求文档我们主要在做什么啊要做这个产品介绍方面的工作啊产品介绍方面的工作啊用一句话能够清楚清晰的定义你的产品啊也就是你这次要做什么事啊进而去更加明确的去阐述啊你这个产品你提的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创新啊解决了什么问题填补了什么空白 啊这个都是非常严谨一概的一个过程啊严谨一概的一个过程同时啊你需要去非常宏观的啊通过背景去传递产品的市场规模然后潜在的一些发展的可能对吧还要包括啊产品的一些竞争优势啊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当然这些是可选项啊不是必必不是必备的哈继续往后啊 为什么我的团队啊就是你所在的这部分资源能够做出来啊需要怎么样的周期能够完成啊最重要的哈有多少回报收益是什么啊同时你需要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啊所以综上啊这个就是非常概括的一个描述来说这个BRD 在做什么事啊通过这几个体炼的句子有没有感觉哈就是非常概括化的啊非常精练的向决策层去宣讲啊我要做个什么事我要做个什么事 它的范围是什么它的背景是什么它能有什么收益它需要大概什么样的资源啊这是非常概括的一部分内容同时啊如果有的话啊如果有的话我这个这个这个想法啊就这个需求怎么赚钱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然后我的市场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宏观的市场背景啊微观的市场啊我所要切入的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我怎么进去啊这部分和市场有关啊这部分和资本有关对吧能感觉出来啊然后竞争对手嗯什么样的情况 啊这个也会和运营有一些关系啊还要包括什么啊还要包括啊团队我做这个事情我需要什么样的角色包括哪些人要加入啊哪些人的加入 这个也需要去 考虑的啊作为产品经理你还要做项目管理你所以还要去做这个啊就断周期的一个规划啊同时还有这个产品线路图 产品线路图可以叫做roadmap roadmap啊其实就是一个分阶段的啊有点像那个我们之前画的干特图的那个效果哈啊就是包括哪些模块然后我大概有几个版本来共同完成这件事啊因为这个这个 BRD啊比较大这个规划比较大包括一些初步的部署以及时间安排啊这个其实和时间周期 关联系是有关联的这两个联系会比较紧啊这两个联系会比较紧啊这两个联系会比较紧 有其这个面向呢更多的可能就是技术团队啊技术团队 就是变成技术的团队啊需要做这个好一块啊财务计划啊那这部分就和资资本这块有关有关啊有和资本有关 这个就是BRD的主要构成内容主要构成内容啊不是很复杂不是很复杂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实际在公司里做的啊BRD的一个案例啊的事儿 啊BRD一般都是由产品经理写的啊当然在一些公司可能会接触不到啊接触不到有一些公司他是需要这个有一定的啊决策能力的这些岗位 才会去做这个BRD的具体的工作啊啊不过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啊做BRD应该是很很那个啊很正常的一个工作内容啊不管你是什么抬头什么什么位置啊都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 因为你需要去从宏观的层面去提炼你的这个想法啊同时让他能够更好的被角色层接受啊能够给你释放资源啊能够给你支持啊 啊BRD核心需求啊谁来帮你评估啊评估后以后决策什么决策什么啊这是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例子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在公司里啊我们先来看个例子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在公司里做的具体的一个BRD啊非常的简洁啊非常的简洁这个是这一页在介绍啊 痛点啊我们做了什么啊用户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事儿来满足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啊非常概念性的啊非常定性的一种 非常定性的一种描述非常定性的一种描述哈啊不会有 比较去细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层面在描述问题啊 分析现状啊分析现状我们之前在做了什么具体有哪些方式哈我们当前的手段是什么 我们希望他是什么啊我们希望他做成什么我们希望他做了什么再往后啊他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啊 当然我们我们之前提的这个需求啊提的这个需求不是那么啊和钱挂钩的啊 所以他本身就是这这里面的描述就没有那么那么和钱挂钩也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哈 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偏一种定性的啊一种工具型的描述描述啊一句话告诉角色层你想做什么啊 这就是我们那个核心的那一句话哈 再往后 竞品怎么做的啊竞品怎么做的 我们就有一个初步的分析当然这个啊PPT他只是一个形式哈 他只是一个形式我们在这个PPT里面过程中只是做一个提示性的工作啊 更多的还是靠我们产品经理要去跟角色层去做宣讲啊要把你的很多想法去更好的表达出来更好的表达出来 而不仅仅是 让他们看哈让他们看 那这还有国外的竞品其实竞品很有说服力啊就别人做了什么你比他要超出在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的计划啊包括我们的roadmap啊 这里我们其实没有谈具体的时间啊啊按理说应该是把这些都要加进去的啊 当然是如果前期你和你的团队沟通好了你是可以很好的去把这个时间规划在里面的 我们这个当时的BRD是还没有很多的资源来帮我们做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诉求啊其实是想要我们的角色层帮我们更多的去协调我们的开发资源 所以我们啊只能有一个大的这个产品层面的一个规划啊 第一层啊做用户这一层啊第二层做这个产品功能这一层他分了几个阶段 然后他的主要功能是什么主要功能是什么啊这个就是目标 非常概括化的啊非常概括化我想应该没那么复杂啊大家都能看懂 好这就是最后我们做这个BRD的亮点是什么啊他能解决什么问题 而且我们做的这个BRD是面向公司内部的啊所以他不会有太多的用户那个层面的东西 这要是给我们自己用的但是我们需要协调资源啊这个是 这部分然后啊这个是产品层面的一个大的功能的啊结构功能的结构啊就是我们在BRD里会去反映我们到底想做什么啊我们到底想做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协调的更多的是我们开发资源所以我们需要告诉他我们这个系统这个产品大概是什么样的 功能组合啊他需要哪些区块啊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对总体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一个了解对吧 然后就会更清楚的啊能让角色层去进行决策和评估啊最后需要聆听大家的想法最后需要聆听大家的想法很简单的一个BRD是吧啊看着很简单啊 其实这个你分析起来自己去综合提炼啊还是需要花一些心思的花一些心思的啊这个是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例子好 我们回来来继续总结一下我们这个BRD应该怎么搞啊应该怎么搞